这个只是每晚恐怖在线的精华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话 就非常简单可以参与我们 月费计划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里面参与月费计划 声音是30元 视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是50元 至于说我不想参加月费 想给Cons看哪集 买哪集都是可以的 订阅我们bigbigair的手机APP 你可以释除专片 喜欢哪集就买Cons看 所以希望你快点成为我的付费会员 你会看得最多最恐怖的个案 其实那座楼宇的名字 我不可以说多少座 其实关于那个楼 其实已经二十几年前建好 就是在屯门大兴村 开不开得名的 大厦名 不说多少座都可以吧 可以啊 你觉得可以说就这样 OK 那里是康德花园 那其实就不说多少座 但是楼层应该可以说的 二十三楼 那其实就关于我们在那里 买了楼之后新屋 那就找人去装修 那装修的时候呢 都很正常的 但是就不知为什么呢 装修那些师傅的时候 已经整天顶了 OK 这个都没问题 跟着装修完了 我们进去煮了 那当时都没什么 都很正常的 但是就不知为什么呢 那厕所呢 整天到夜晚呢 过了凌晨点零 点凌钟左右 那厕所会有些怪声的 那我们都觉得 因为当时我是睡厅的 那我爹地妈妈睡房 还有另一间房 就是我哥哥睡的 那他们呢 就听不到的 那但是就没有听到 他们就是我睡厅的嘛 那厕所打开门 我一定听到啦 那都持续了一段时间 其实我都没有留意的 就是可能我刚好 可能在楼上楼下 你充斥 那我听到正常啦 对不对 那我也觉得 没有什么不在意的 那但是呢 我也都没有去再深究这件事 但是呢 自从有一个同学 那我邀请我的同学 过来我家玩 那他就住在第二座的 那他就过来我家 然后他说 喂 为什么你家里 在一门口的时候那一刻呢 为什么你家里的门口 为什么好像这么暗的 那样的 明明有灯 你都好像暗了 令你CCW特别暗的 我家里的门口 那他进来之后呢 他说不舒服 接着他 我忘记了带楼多久了 在很短的时间 接着他就说我走了 接着他说 OK 这样走 不要紧了 明天上学见啦 好了 接着之后呢 我就把这件事呢 就告诉我家人 接着我家人呢 就去找师傅啦 那找了师傅 前后呢 都找了两个师傅 那么那个师傅呢 就说在我们家里呢 是有灵体在那里的 但是那个灵体呢 是想赶我们走 那么 当时呢 住在那间屋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师傅 沟通完了想赶我们走的 但是我们都不理他啦 是不是呢 大哥我们 就是我们没理由害怕了你的 是不是呢 那我就继续住在那里啦 是不是呢 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的嘛 那不是我全部家人都信这件事 那呢 接着之后呢 在那里住那么久呢 就病了那么久呢 那样呢 首先 我爹地呢 他是做工厂的 那经常都弄傷啦 那第二样的就是 我妈妈也有癌症啦 接着呢 我有阳间症啦 接着呢 我弟弟有哮喘 我哥呢 就有糖尿病 那其实二十几岁 你不可能会是有这样的 就是我糖尿病年轻法一定会有 但是你不可能在那段时间有这样的 那接着之后呢 察觉都不妥 接着之后再找了第二个师傅呢 那就是类似的 就是他在那个家里呢 不知道又烧些什么 跟着又做些什么 他说都不肯走 赶不到走 那但是 他就说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新楼买回来的 是新的 那接着他就说呢 可能是装修师傅 装修的时候呢 可能在你家里的门口那里呢 滴了点血啊 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呢 招惹了他们进去那间屋里 我不知道 我没有求证过那些东西 是不是真的会招惹进去啦 但是 因为住在那里的时候呢 是我自己本身当时我看不到的 那我妈妈就看不到 但是她觉得都没什么怎么害过我们 那没有理由特别要赶走啦 但是 回到那件事 最后呢 其实我们都是逼着要卖楼 是要离开那间屋 离开那间屋之后呢 那其实那些病又康復了 我们又没事的 糖尿病都可以康復了 有一个是癌症的 是的 我妈妈是癌症的 都没问题 没事 不是吧 就是 因为这里所有的这件事呢 因为所有病 我们先看出了结果 我们要继续长期吃药 那我杨简正 我继续当时会有那些健康 那些什么 那些叫做 那些检查 那些检查来的 那便看路电图的检查 然后检查了 然后便发现有幼然肽症 我有幼然肽症 他一开始开了一年或两年的药 还有住这么久呢 其实会使得到我有一种 在那里试过 在那里试过 我在那里试过 因为我吃了一年的分量 因为给了一年的药 那我觉得 回去了那里很辛苦 所以不知为什么 我很想吃 然后他吃了一年的分量 就迫着要去洗胃 哦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是好严 还有另一样的住在里面的时候 曾经发生了一样东西是解释不到的 就是发生了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和宁儿义无关 当时我自己都撇除不了这件事 就是我自己都分别不了 是关不关于灵体的事 就是说那一天我妈就去买了一条生鱼 跟着正常生鱼要搭生鱼 搭生鱼之后因为多骨 就放在网袋里煲汤 那煲完汤之后 打算让我哥哥喝 他下班之后回来 他就问我妈为什么在那里煲汤呢 然后他就问我不是在那里 然后一打开是清水来的 网袋都不见了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妈听完之后就很害怕 然后他说整个煲汤连个膏都立即扔掉 那时候我就再问一些可能其他人 我不知道他问是谁 但是他就说可能那是生鱼 可能是另一种叫做化骨类 会这样吗 我也试过 他那个就是所有东西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个煲汤 哦 就是很奇怪 然后我现在其实 那时候还没有听 没有节目 我是在新城的时候 才听听你的 是 接着之后 听一下听一下 都好像我听这么久 都好像很少听过有化骨类 但是我听完这么久的节目 我会觉得 会不会是因为 那里有灵体 那物理类 可能变成了 你有灵体的话 会变成一些特别的事情 或者奇怪的事情 会发生 那